赵氏家族中的核心人物赵顿是晋国的权臣 在他的安排下年幼的晋陵宫被立为晋国的国君 随着晋陵宫一天天长大 赵顿和晋陵宫的关系开始恶化 那么晋国的国君晋陵宫和大权在握的 他们各自做了什么 这又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呢 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讲述 春秋五霸之水火不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是人物赵顿一手遮天 连晋国的国君晋陵宫都是他一手福利的 但随着晋陵宫逐渐长大 这一对君臣的关系开始出现问题 最终 晋陵宫被赵氏家族中的一个人所杀 而赵顿和赵氏家族安然无恙 但在赵顿死后 赵氏家族因为内讧 结果也导致了一次溺门之火 这就是赵氏孤儿的故事中赵霞被溺门的史实基础 那么在晋国的权力中心 围绕着全臣士君家族溺门的前前后后 究竟包含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讲述春秋五霸之水火不容 赵顿在无奈之下立了晋陵宫 十几年过去了 晋陵宫长大了 长大了以后变成个什么人呢 变成了一个顽童 非常顽劣的一个小君主 这里边我想跟赵顿的夏天的太阳 夏日之日的性格有关系 前面我们说过 有人评价赵顿的性格 夏天的太阳 我们从太子的母亲当年那段谈话 太子母亲当年谈话是什么 说先君曾经嘱咐过你 你要教导我这个孩子 辅佐我这个孩子 孩子好 我感激你 孩子不好 我恨你 实际上赵顿身兼了一个职责 什么职责 教育太子的职责 但是赵顿这种性格 夏天的太阳 他很毒辣 他很有权威 他很萌 这种性格教育孩子 往往出两种结果 一种结果 教育的孩子是什么 百依百顺 另外 教育出非常顽劣的人 我就不听你的 我就跟你对着干 不幸 晋陵宫在赵顿的这种辅佐下或者教导下 结果变成了一个顽童 一个品格恶劣的君主 这个实际上说起来赵顿要负责任 当年人家抱着磕头的时候把孩子托付给你 你怎么教导的 你不教导 你得托人去教导 你当然你得负责任 那么晋陵宫怎么不均 左章上写 说晋陵宫不均 后练与雕墙 这才一个表现 这个人好美术 有点艺术上的天赋 后练 就是到处练财 干嘛 雕墙 雕墙就是在墙上 做什么 做图像 做图案 就是画九龙壁等等 这种行为 喜欢这个东西 我们看这个人是有点财气的 有点财气 碰上赵顿那样的一个压在自己头顶上的人 才容易走偏 才容易变得性格顽劣 另外他还喜欢干什么 喜欢在高台上拿弹弓子打人 这是一个坏蛋的作为 打人干嘛 他喜欢什么 不是打人 是喜欢看人躲避弹弹丸的动作 这就是喜欢舞蹈了 刚才喜欢绘画 现在喜欢舞蹈 弹 这个都属于坏毛病 这就是不守社会常规这么一个人 还有一个 他有一次 这就说到具体事件了 有一个厨子 叫宰夫 给他煮熊帆 就是熊掌 没煮熟 没煮软 反正是 结果他就把这个人杀了 这就过分了 杀了以后 怕人知道 然后把这个尸体放到一个本 就是大波及 有点像婆罗 搁到里边 外边盖上什么 外边盖上布 厨房里边不少婆罗 说你出师死 给你弄得婆罗 让一些女孩子抬着红外走 准备往那一扔就不认账了 结果手没盖好 手伸出来了 伸出来以后 赵顿还有西游子都看见了 赵顿跟西游子看 说这个小孩子已经混蛋到杀人了 到这个份上了 得管了 实际上你早点干什么 结果是赵顿就想进去说理 脾气大 这隋游子那会还年轻 隋游子就说你别去 你是国家的一把手 你跟他闹发了以后 没有灰车的地方了 我去 于是隋游子就进去 就想去什么 想去劝一劝 古代灵宫 三进 急流 按照讲 古代我们知道三进 现在我们也说三进的院子 大门 门厅 进去以后 听堂 流 流是什么 我们下雨的时候 那个水 往下滴水 下面那部分叫流 说隋游子 进了门 实际上 静灵宫就看见他了 静灵宫假装没看着 就不接待你 这是很不礼貌的 然后隋游子就硬头皮往前走 从大门进到庭院 然后走到什么 走到滴水那了 静灵宫才算 看见了 你来了 这个表现也是个小坏蛋 假混蛋的表现 而且自欺欺人 就知道这事坏了 我杀了这个事情 他们知道了 他们找我算账来了 假装没瞅见 然后隋游子就说 说你是君主 你这样做事不对 还没说呢 说别说了 我知道了 我改过 这个孩子并不笨 然后隋游子就磕头 说好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反正就这么一套话 这个事就算过去了 过去了以后 赵顿就 当然这事不算完 以赵顿的性格不能算完 就数次批评君主 批评君主 批评君主 于是进陵宫 就想办法了 你老批评我 那没办法 小太爷要想点办法 收拾你了 怎么办呢 就派刺客 所以这个事情就越来越向严重的方向发展了 派刺客去刺杀赵顿 这个人叫什么呢 叫除泥 除泥受了命令 拿了钱 说刺杀一个人 于是 晚上就去了 去了以后 这个事情他真正刺杀 没在三晶半夜 是早晨 早晨 他到赵顿家的时候 就是刺客 天妈妈亮的时候 蒙蒙亮还没亮 三晶以后这么个时间去了 去了以后 发现赵顿家的门已经打开了 再往里边看 赵顿在干什么 赵顿已经穿好朝服准备上朝了 朝 我们说上朝 朝 朝就是朝 中国古代的王正强调早晨早朝 天还没有亮之前上朝把一天的工作安排完了 这就是早朝 周代人尤其强调为政要勤奋 所以老草黑隆隆上朝 这又引起了什么 引起了有些皇帝罢工 洗太早受不了 我们不去管他 所以赵顿早朝了以后 起来了以后穿上朝服 穿上朝服觉得天气还早 时候还早 就坐在那假媚 假媚就是养神 闭目养神 等着时间 时间到了 一会儿仆人们来 拿了什么 反正就是相关的运 坐去走 再走 这个时候厨尼一看 这是个闲人 你看他气象很好 我怎么能杀这种人 然后再一想 我不杀 我是受了君主的命令来的 怎么办 最后说 我不执行命令 我是不忠 可是我杀这样的人 我太不吉利了 最后怎么办 最后一头就撞在了赵顿家庭院里边一棵槐树 撞死了 处槐而死 厨尼这个心理活动完全是史官描述出来的 没法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连赵顿也不知道 因为他心理活动 所以说中国历史 历史记载的时候 很多是用小说家序笔法写的 所以一切历史皆小说 老前辈有人这样讲过 所以这段事情 这段事情 《光阳传》也有记载 那更热闹 说派一个人去刺杀赵顿 这个人不是看赵顿那假妹 就看赵顿 搭着窗户看赵顿他们家 吃的剩饭 还剩了条鱼 鱼没吃完 在那剩着 说这个人那么节俭 说你看一条鱼吃完了就扔了就完了 他还省着 这样的人我也不能杀 最后他也自杀了 《光阳传》注意 《光阳传》这个书 有人说来自山东 齐国的学问 是齐国的儒生写的 我们要知道齐国这个地方广开鱼烟之利 鱼对他们来说太便宜了 所以他觉得剩条鱼扔了就完了 可是山西这个地方 它不是海边 一条鱼很贵重 所以这里边这是写作者有误会 但是很有气味的是扒着看 要刺杀 所以那会儿的刺客也很讲道义有道 刺义有道 刺杀人之前还看看这个人是什么人 他不是使了钱以后 反正我使了你的钱 我瞎着眼杀人 他不是那样的 总之这是很有趣味的一些细节 结果这个时光当撞到槐树上死了 赵顿当然也不假媚了 就知道这是谁派来的 这关系就急剧恶化了 下一段再往下走就是禁灵宫 就要办鸿门宴 办什么鸿门宴 就是请赵顿吃饭 结果摄下埋伏 这个在我们的小说戏剧里边不少见 自从史记写了鸿门宴以后摔杯为号等等这个事情是很常见的 但是这个故事更早在左传就有 受了埋伏 让赵顿吃饭 吃饭之际说受埋伏杀人 就杀赵顿 这个消息被谁得到了呢 被赵顿的车佑叫提弥明 这个人叫提弥明知道 知道了以后赵顿喝酒 跟君主喝酒 喝到刚喝到第三杯 结果他上了以后把杯就夺了 夺了以后就说 陪着君主喝酒 过了三杯不理 这当然他自己自创的一套说辞 拉起到顿就走 这个时候伏兵就起了 而且晋灵宫这个人好养狗 养了什么 我们今天有藏鸥 藏鸥很厉害 他也养了一条鸥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藏鸥 所以养这种鸥这种狗 我们中国也是历史源源优 就比较长了 进凌宫就把这个鸥放出来 结果提弥明 提弥明就且走且斗 把狗杀死了 杀死了以后 赵顿还说了一句 你用人不行 你还用狗 你能管用吗 说了一句这个 这个时候光提弥明 赵顿无论如何出不去 这是个死局 你想人家关门还放狗 另外还有一大帮人 这怎么出去呢 这个时候赵顿发现一个人反鸽一击 突然发现这个禁宁宫埋伏的这个群体里边 突然有人倒戈了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叫林哲 这是怎么回事呢 说当年 就是前一阵子了 不太久了 赵顿去守山打猎 打猎看到一个身材很壮 这么一个人在那歪歇的呆着 也不吱声 后来赵顿他们的人就去 说你怎么回事 你也不走 你也不说话 这个人说 我说不了话 我也走不了了 我三天不吃饭了 赵顿说 赶紧就给他饭吃 结果吃到一半的时候 他剩了一半 剩了一半 赵顿说你怎么回事 你三天不吃饭了 还不把他全吃了得了 怎么还剩一半 他说我家里边还有老娘 也三天不吃饭了 所以我要拿回去给老娘 孝子 赵顿说 你把这个吃完了 接着又给了他肉 给了他相应的米粮 然后装在鸵里边 让他拖回去 这就是平时 赵顿 按照这种记载是积德的 结交了这么个壮士 结果这个灵哲 后来吃饱了以后 没饿死 渡过了这一关以后 就参加到进灵宫的 卫队这个行列里边来了 好 等到这次 他一看赵顿 被害的人赵顿 所以他这个时候 关键时候 反戈一击 所以这样的话救了赵顿 后来汉月福里边有首诗 就想讲这个 讲报恩 自息袖短 内守之寒 魁晤灵者 以报赵轩 赵顿叫轩梦 说我自己很惭愧 我的袖子短 揣手 纳手 我们现在冬天还喜欢干这个 纳手之寒 就是把手插进来 冷啊 太惭愧 我没有灵哲 这样的本事 没法报答赵轩子对我的一范之恩 汉月福里边还有这样的句子 写的很好 讲的就是这段故事 这就是赵顿 这个没死 逃了一旦 晋灵宫想杀掉全臣赵顿 结果没有得手 自己却被赵氏家族中的人所杀 但是大臣誓杀君主 这在当时也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赵顿虽然是全臣一手遮天 但也否认自己策划了弑军事件 那么后世的史学家究竟是如何评价这件事情的呢 这件事情又被赵氏家族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逃了一难以后 结果赵顿有个侄子叫赵川 趁着晋灵宫去桃源的时候 组织了一帮人把晋灵宫杀死了 大家想想 这个事情背后是谁在主使 你赵顿的侄子 这实际上等于替他叔叔出马 这种事情赵顿不知道可能吗 所以这个结果杀了以后 史官就写了赵顿士其君 这个史官叫董胡 所以董胡后来有个名词叫董胡之笔 拿着这个写了竹简以后 当赵川杀了这个君主以后 赵顿知道这个消息以后 他跑 他就出王 结果没走出国境 他又回来了 回来以后 史官就说赵顿杀了君主 赵顿士其君 然后把这个竹简拿到朝廷上 跟诸位官员们看 赵顿当然不干了 赵顿说 一不是我杀的 二不是我主使的 你看 我还跑 我不知道 史官就说 说你跑 你没有离开国境县 你回来了 回来以后赵川是你侄子 你回了不讨贼 对这儿要紧 赵川一直善终 他儿子赵瞻 后来当了公卿 你作为国家的第一执政 假如谋杀 你真的不知道的话 你怎么回来不讨贼 乱称贼子 人人得而诸之 你赵顿 你为什么不讨贼 你亡不越境 入不讨贼 杀君主的 不是你是谁 结果赵顿说 哎呀 接乎 我之怀以自已弃 引了一句诗经的话 我呀 因为贪恋了一下 没有跑完 没有跑远 我给自己带来了羞辱 此时啊 是说我呀 实际上 这就是史观 这地方 也有点原始 而且 左传在记这个史诗的时候 还引了孔子的一句话 说 董胡 古之良时 就承认他 赵顿 世纪写这个坚持原则 但是又给赵顿说话 说赵顿 古之贤代 为法受恶 说他因为 史观的这种法度 他被连累 有了恶名声 说越境难免 孔子的话怎么说呢 孔子的话我们联系起来讲 就是啊 董胡没问题 古代的良史 说赵顿也是个贤大夫 但是很可惜 他因为史法 史观这么写 必然有他的一定的法则 他受了连累了 有了恶名声 应该的情况是什么 应该是他逃跑的时候 逃远点 逃出晋国的国境线 他就免了赵顿 适其军 这种说法 诸位 这是左传的写法 左传这段写法公平吗 未必公平 实际上刚才我们讲过 杀君主的不是赵顿 不是赵顿亲自拿的刀 也是他主使的 董胡没有错 后边注意 我们知道左传什么时候成书 左传成书 战国时期 大概在战国初期到中期这段时间 那正是赵家势力中间的时候 所以说起来 左传在某些地方 也在为赵家原事 而且还把孔夫子拉进来了 所以这个话我们只在这见过 孔夫子在其他地方没有说过 轮与中没有 这就是在给赵顿氏君主这个行为在折 实际上从左传就开始折了 但是 因为毕竟左传成书 根据的原材料比较早 不能够完全篡改它 所以他还露着尾巴 我们能看出来 所以前面我们要讲赵顿和他的君主之间这种激烈的冲突 才有他杀君主这个行为 反正你不杀他 他就杀你 以赵顿这种性格 那只好去派人解决问题 这个东西都可以我们说在这今天可以论定的一个事情 但是左传的作者在这个地方 有一种说法 说左传他成书的时候 那些史家就生活在三进 吃人家饭 所以又不得不折一折 所以这个地方也可能是史家为了保护自己 但是留了凤子 这就是让大家聪明人去看 透过凤子去看 我说到这为止 这就是所谓取笔 取笔 用了取笔 好了 赵顿终于把他不奈何力的小君主在十几岁的时候杀死了 杀死了以后 赵川没事 赵家也没事 注意这就是春秋中后期了 一个大臣把君主杀了 杀了以后什么事没有 整个的家族也没事 然后赵顿就死了 赵氏家族在赵顿死后依然是晋国的权势之家 是晋国上层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 但再坚强的堡垒 如果内部出现了问题 那么他的覆灭也就为时不远了 就在赵氏家族权势熏天的时候 赵氏家族内部却出现了一次严重的内论 最终家族中的一个人站出来告发家族谋反 这直接导致了赵氏家族的两大支系被灭 那么赵氏家族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王安时 中国古代最具传奇色彩的政治家 改革家文学家 他生前为其人称 身后却招来文贵骂 他的一生 他的誓非承败千秋公罪 到底该如何评书 唐宋八大家中最为独特的传奇人物 一段你不得不看的历史真相 《百家讲坛》9月9日起播出 敬请收看 家要拜出妖怪 从来都是从自己内部出事 赵硕死了 赵硕娶的谁 赵庄基 不是成功的姐姐 就是成功的女儿 的确她娶了公主 这个就是她家族的权势所在 结皇亲 没想到丈夫没跟她过到白头 结果俩人还黑头的时候 就死了 死了以后 死了以后 她闲不住 闲不住跟谁就出了乱子了 就跟赵硕齐出了乱子了 赵硕齐是谁 是赵顿的同父异母兄弟 年纪大概比赵顿小点 但是比直习 装机是她的直儿媳妇 这俩人不知道怎么搞到一起了 所以这件事情赵氏孤儿出现 对赵家来说的确应该原始一下 不让话太丢人了 赵英习做了掏灰耙 不是灰耙行为 耙灰行为 所以出了问题了 等于乱伦 这种非法爱情 它还涉及到中国最敏感的一个就是 叔叔跟直媳妇 差着倍 同倍还好说 差着倍 所以这个事情出了 出了以后 直里包不住火 赵阔我们说这是赵家的大家族长 他是家族长 他要管这个事 他跟赵阔跟赵同 哥俩关系比较好 就准备把赵英习流放 那讲不起 流放了 流放之前 赵英习就对他两个亲兄弟就说 说我的确犯了错误 但是每个人有能有不能 我这个人管不住自己 上边管不住下边 我这个地方我无能 我道德无能 但是我们赵氏家族要想存在下去 要想跟西式 跟卵式对着 我们存在下去 你们哥俩的智商不如我 这个地方我能 你们不能 你们哥俩为什么不放我一马 放我一马 咱们赵家 没问题 你们这么到流放了以后 要出问题 现实生活中谁跟谁有矛盾 我们这个家族处在这个社会中什么地位 有感觉 所以赵英习就把话撂下了 但是赵阔道德君子 很正派 当然了 这就是在这个德行问题上 在这种事情上 有关风化 不让别人说自己闲话 这个事情上 他还明白 最终把赵英习流放 流放了 一开始也问题 这事还 问题也不大 说流放赵英习 赵英习没什么辙 走了 但是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得罪了谁 得罪了庄机 这等于摘了他的心上人 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宫廷贵族 宫廷里边这些姑奶奶都挺娇横的 本来这种事情算什么爱情 你跟你叔叔 但是把赵英习摘走了以后 他日夜烦闷 日夜烦闷 所以他就开始什么 告发赵童和赵阔 你看了吗 赵氏姑娘的故事 爆发了 矛盾爆发了 爆发了以后表现为什么 赵庄基告发自己的 告发两个什么 另外两个叔叔 告发他们什么 说要谋反 这很毒辣 谋反的罪过 但是真要是灭门了 所以赵庄基这种做法 也引起一些学者的这种思考 说就是为了所谓的爱情 说好像不是 赵顿曾经把自己的家族长的地位 交给了赵阔 那好 如果按照样发展下去 赵顿的后代没有地位 古代用人先从正门正派用 长子长孙 敌门敌派用 你树枝 就没有机会 因为赵顿当时在 因为他有他特殊的原因 掌握大政 他不所谓 可是到了赵顿的孙子还能不能保持这个位置 所以有人怀疑赵庄基告发赵阔赵同 有本门内部的 本家族内部的夺敌的这种意图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场斗争还不单是家族跟家族之间的斗 而且是家族内部内耗 好了 这个时候就是井宫 进井宫大概17年的时候 赵庄基一告发 进井宫就开始找任正 赵庄基就停过了 他说西氏 鸾氏都可以为正 这个时候 西氏或者是西克 或者是西氏 或者是鸾武 鸾叔等等 反正鸾氏家族出面了 说对 的确如此 庄基告的没错 赵家就是要谋反 我们来作证 结果这一项 赵阔 赵同 通通 注意 这两个主要家族被灭了 像赵川家族 他也不是在正门正知上 他们也没事 总之 这件事情 赵家的确是衰落 是在各种作用下 首先家族之间不合 另外 家族内部内讧 导致了 赵氏家族的一次灭门案 说全灭了 没有 灭了重要的知系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谈栏目 赵庄基的搞法 使赵氏家族的两个知系被灭门 这是赵氏家族的元气大伤 按说赵氏家族遭受这一重创口 就应该从晋国的政治舞台消失 但日后的韩赵卫参加分禁 说明赵氏家族依然活跃在晋国的权力中心 那么赵氏家族又是因为什么重新崛起的呢 到了晋景宫 十九年 结果晋景宫实际上已经到了晚年了 结果他有一天晚上做大梦 梦见一个黑色的鬼 头发拖到地 这个都是家人的形象 毛发太长了以后都鬼气森森的 拖到地 然后一边走 用手拍着自己胸 然后就是跳 涌 我们叫跳 我们现在跳 单腿点地叫跳 两个腿 大家看过 说过去点地是诈尸 都是这么蹦蹦这么跳 结果是梦见一看见一只鬼脱了长头发 拍打自己胸 然后就蹦蹦蹦 往进去屋 院子里跳 把大门踪 一跳 大门踪 坐梦中 塌了 二门也塌了 一边蹦 这鬼一边蹦还说 你不义 你杀我子孙 这个很明显 因为他刚杀了谁的子孙 灭了一个门 刚杀了赵家的子孙 所以有鬼找他 是杀了人以后 那个刽子手 他的内心那种不平静 所以杀人不是好事 自己给自己带来的伤害 比那些死人伤害大 死人死了就死了 实际上 晋警公有点半吓死的意思 这个时候 有个大臣就站出来 要为赵家说话了 这就是所传记载的 正版的赵氏孤儿 谁呢 韩诀 在那个实际里边 他是为赵家说话 这点实际没错 实际没错 那么 讲这个 讲韩诀 韩诀站出来就说 他说 成绩之勋 宣梦之忠 成绩 是赵崔 宣梦 是谁呢 宣梦就是赵顿 说他们两个的忠诚 是世人皆知 但是吴后 吴后怎么样 为善者其聚乎 那些善人们就该害怕了吧 你看 成绩 赵崔那么好 赵顿那么忠 结果最后落一个吴后的下场 赵 赵阔 赵通都被杀了 说这个不是劝告 鼓励忠臣们的行为 说你现在杀了 杀了以后 然后进井宫 当然也知道赵武还活着 就是孤儿还活着 于是就把赵童 赵阔的那些土地 就转移到了什么 就转移到了赵武的名下 所以赵武 也就是这个孤儿 再过一些年 就要掌握靖国的大政 所以左传记录 左传记录这段故事 记录的注意 因为它毕竟早 它按照的是生活的本来面目记载的 就是历史发展到这个时候 全臣互相矛盾 全臣内部互相倾压 产生了一次灭门活动 这个含决为什么要替赵家说话呢 左传在其他地方交代过 说年轻的时候 小的时候 含决在赵家寄养 那是赵家养大的 另外在国语里面也记载 含决在军中做司马 军中的司法官 是谁保局的呢 又是赵顿保局的 你看 所以这些事情连起来看 后来我们说中国历史 韩赵魏三家分禁 起码这个含家 跟赵家关系致密 而且势力相对小 赵家势力很大 但是中间经过了一次中衰 势力变小了 这里边就值得深思了 貌似强大 一味的强大 你会招来树大招风 招来很多的东西 招来很多负面的东西 但是细水长流 慢慢走 悠着走 可能最终能获得那个结果 就是被灭了门的赵家和韩都能证明这一点 所以我们说 我们中国老子哲学 从哪来 就是春秋时期这些强的 强的东西 容易倒塌 反而那些优着点 阴着点 弱着点的东西 容易长流 这些东西还不够告诉我们什么是福 什么是祸 所以这个故事里边 我们看到的是西周中后期 当春秋五霸要结束的时候 社会面临的是什么问题 反过来说 为什么春秋五霸到了赵顿这个时期 到了楚庄王这个时期 再也没有新的霸主崛起了 我们如果找这个原因 是打打打 出现了霸主们自身出现了异化现象 自身内部出现了抵挡他争霸的这种势力 或者说消解这种争霸势力的另外一种历史倾向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 春秋就走向了中晚期 就要向战国转化了 这就是我们从肇事孤儿 从传说版到我们说的正版 我们对比而谈我们发现的一些现象 当然春秋的历史还没有完 当内部矛盾斗到一定平衡的时候 注意又该想着外边了 大家还要发展 还要谋发展 扩充自己的势力 于是又开始向外转移了 又要打仗了 那么未来发展的历史又是什么样子 春秋五霸争来争去 以后要向什么方向发展 我们下一次再谈 谢谢大家 在晋国和楚国之间 曾经发生了两次战争 一次是晋国打赢了楚国 另一次是楚国战胜了晋国 而接下来 在晋楚两国之间 又发生了第三次战争 这一次战争后 春秋时就进入到后期阶段 那么这次战争是怎么发生的 在这次战争中 我们又能够看到什么呢 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 烟灵战火